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 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大会上 再次强调了九二共识及一国两制 并认为反台独及统一是两岸唯一的出路 对此台湾总统蔡英文随后也召开记者会做出了回应 我们接下来就请美国之音 驻台湾特约记者张永泰来介绍相关的情况 永泰你好 许波你好 蔡英文总统他是如何回应习近平有关九二共识 及一国两制的相关谈话的呢 永泰好 习近平主席他在这样的一个专门场合来谈台湾问题 非常罕见的 对台湾这里媒体高度的关注 甚至很多媒体还以头版来报道 那么当然就是说在习近平在今天早上 发表完相关谈话之后 在下午台湾的总统府 也就临时召开了一个记者会 那么是由蔡英文总统来做出相关的回应 那么在回应当中 蔡英文似乎不太肯定 习近平相关的一些 有关于台湾的未来早上的谈话 甚至按照台湾的惯用的形容词 就是给予打脸 否定不赞同他的相关看法 尤其是蔡英文他在记者会上提到了 就是说他的民进党政府一直是没有接受九二共识 那么根本的原因就是北京方面 他的对九二共识的定义就是一个中国一国两制 并没有所谓的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按照国民党的说法 也就是说中华民国并没有在中国大陆的眼里 是并不存在的 那么所以蔡英文他说 今天这个习近平的谈话呢 也证实了他的这个民进党方面的疑虑 我们来听一看蔡英文怎么说 在这里我要重申 台湾绝不会接受一国两制 绝大多数台湾民意也坚决反对一国两制 而这也是台湾共识 那么蔡英文他还强调了 就是说台湾是愿意坐下来谈的 但是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 所以凡是涉及两岸的这个政治协商谈判 都必须要经过人民的授权和监督 并且是透过这个政府 对政府的这个方式来进行 也就是说在这个原则之下 没有任何人任何团体有权利 那么代表台湾的人民来进行这个协商 那么另外有关于这个今年 就是说去年底的九个一地方选举 我们知道民进党是惨败 那蔡英文表示说 这不代表台湾的继承民意要放弃主权 也不代表台湾的这个主族性会让步 那么他说民主的这个价值呢 是台湾人民所争取的价值的生存方式 蔡英文深层来呼吁中国大陆 应该要勇敢地踏出民主的角度 他说唯有这样子呢 中国总部真正理解台湾人的想法 这个坚持 那么刚才呢是台湾政府以及蔡英文 台湾总统蔡英文对习近平讲话的这样一个回应 那么台湾学者以及在野党国民党人士 是如何看待习近平谈话 及两岸关系未来走向的呢 那么一般台湾学者认为说 习近平在这次的这个 有关于台湾的演说当中 有两个重点 一个当然就是说刚刚所提到的 就是说两岸能不能够坐下来这个商谈 把从这个一国两制当中 找出一个台湾的这个方案 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反对这个外部势力的干预 那么像是习近平他所说的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他愿意这个最大努力来争取和平统一 但是也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那么保留采取一切的这个必要措施选项 那么针对的是外部势力的这个干涉 那像是戴江大学的这个教授黄介正 他就表示说这个所谓的外部势力呢 就是建制美国 那就像您刚刚所也提到的 那么特朗普总统他刚刚签署了 这个亚洲代保证的这个倡议法案 那也就是说要持续的对台湾军售 以及鼓励美国的高层官员到台湾 那么另外我今天去 早上去立法院采访的时候 那么在野党国民党的这个立委江启臣 那么他在接受媒体询问的时候呢 他是表示说中国大陆对台的这个政策 就是和平统一的这个基调 应该是不会改变的 只是在做法上面呢 可能会这个硬的更硬了 软的更软了 那么另外他还提到说 台湾民众事实上现在非常希望 两岸这个僵局 能够有效地把它化解掉 希望双方能够对话沟通协商 那么取代现在这个习近平跟潘英文 相互喊话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还批评说民进党现在这个 以这个意识形态来处理两岸这个政策 是于事无组的 最后张启臣还表示说 九合一的这个地方选举的民进党坦败 是选民要告诉民进党 就是说人民是大于政党的 必须要这个顺着民意 同时必须要以经济搞好为优先 徐波 好的 我们感谢张永泰在台北的连线 请不吝点赞订阅